好,接下來這個段落呢,我們來介紹一下所謂的 discrete time free-air transform 它的反轉,inverse 那這個反轉的變換它又有什麼樣的一些性質 它的property有哪些 首先這個第一章呢,我們來看一下,複習一下 剛剛講說這個式子大家記得的話是 第一個式子是我們從time domain 怎麼樣算出一個frequency domain的頻譜 這就是我們的forward transform,discrete time free-air transform,dTFT 那所以這個forward transform它有一個 可逆的一個反過來變換,我們把它叫做它的inverse transform 那這個inverse transform的公式是長這個樣子 是如就是這樣一個這個積分式所表示出來的 好嗎,我們看到說這個時候在等號右邊呢 我們輸入的是這個頻譜,大寫的這個x of omega 那這個頻譜呢,拿去乘以這個我們所熟悉的complex exponential 它相乘以後呢,再做變成是做積分 因為我們知道說呢,omega頻率是一個連續的變數 所以這個變成是做積分 積分回來以後呢,再去做一個scaling factor 1除以2π 那我這邊就宣稱說這就是一個 剛剛這個東西是從xn到x omega time domain到frequency domain的forward transform 那下面這個積分的式子是它的inverse 但是這個說起來呢,我這邊只是跟各位說 好像強迫灌輸你們的這個答案就是這樣 那其實我們還是可以去很仔細的來檢驗說 真的這個式子它真的是上面這個式子 它的一個反過來的一個逆變換嗎 意思就是說呢,這樣所算出來 也是一個time domain的這個signal 這個signal如果把它叫x hat 這個x hat真的會等於我們剛剛這個原先的這個signal嗎 這其實是一個可以問的問題 好的,那所以這邊接下來有點枯燥 大家來go through這整個證明的這個過程 我們來檢驗說這個inverse transform 我剛剛這樣定義 是不是它真的是forward transform的一個逆變換 那所以這檢驗的過程有分幾個步驟 我們首先來看到說呢 剛剛講這個第一個等號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inverse transform 就是這個積分的數學定義 那這個積分裡面呢 首先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把,看到這邊有個x,大寫x omega 好嗎 那這裡面呢 我們就把大寫x omega這個平譜呢 命用這個forward transform 原來這個forward transform的定義呢 把它代入進來 代入進來就開始變得有點複雜 有這個summation的部分 也有積分的部分 那第二個步驟呢 接下來這個等式呢 其實是一個常見的一個證明的技巧 通常我們看到有summation 也有積分的話 會把這兩個順序來 調換過來試試看 好嗎 所以這邊一調換過來的話 我們發現說呢 變成是先做積分 先做積分呢 它裡面的地方呢 就出現了一個這樣子一個 exponential的一個term 那這個term裡面如果仔細看 這特別我們是對omega積分 那事實上呢 這個對omega的積分呢 它這裡面也有這個n的這個 跟n是有關的 但是呢 這個積分呢 說穿了它通常都會等於0 它通常會等於0 大部分時候 這整個積分呢 都會等於0 只要在m不等於n的時候 它都會等於0 那它唯一不等於0的地方 就是要讓m要等於n的時候 才會不等於0 才會有值 那這個值其實是2π 那所以這樣 如果我們了解這樣一個性質的話呢 我們就很快就可以完成我們的推導 只有在m等於n的時候有值 所以這邊就直接出現了xn 那麼2π除以2π消掉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得到我們一個結論 檢驗是正確的 這個反變換的這個定義呢 是沒有錯的 只要我們輸入我們的頻譜 經過這個積分的轉換 就可以回到我們這個time domain來 就可以反過來從頻譜來計算time domain的訊號 接下來為大家解釋一下 關於這個freer transform 以及它的這個inverse transform 可能它這兩指之間 具有哪些的這個數學的性質 第一個跟大家介紹的性質呢 是周期性 這個discrete time free transform 它本身具有一個 它每2π的頻率會重複一遍 那寫出來就是說 x of omega 加2π 每2π的這個頻率呢 它會重複一遍 跟這個原來的這個x of omega 會是相等的 那原下之一呢 這個頻譜它是具有2π的軸起 好不好 那這個的 要去檢驗其實還蠻簡單的 我們就很簡單的 只要把這個 omega 加2π 代入到定義裡面去 算出來就會發現說呢 因為cos 的2π sin 的2π都是正好等於 相加起來等於1 所以這個蠻簡單的 一個簡單的代入就可以來檢查說 的確我們任何的頻譜呢 其實我們只要看它0到2π的部分就可以了 超過2π的地方呢 都會重複 都會有具有這樣周期性 那這個數學性質是這樣 我們可能比較 應用上面比較需要去理解說 這樣子頻譜具有周期性 它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呢 我們要來這個回想一下 2π其實2π的頻率 2π的頻率是有意思的 大家記不記得要把這個 omega 的頻率轉成真實的頻率 是不是除以2π 再乘以那個 sampling frequency 所以2π這個頻率呢 就是對應到 sampling frequency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採樣的過程中呢 最高也只能看到那個頻率 再超過就 延下這個有點可以這樣說 再超過的頻率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只要就是重點說呢 看這個 discrete time 的 Fourier transform的時候呢 我們只有看 從0到 sampling frequency 這個頻率的範圍裡面 這個訊號它的成分的一個分佈 超過的都不需要看 這就是我覺得是這個數學性質裡面 它所帶出來隱含的一個比較重要的意義 好 接下來看到第二個這個性質呢 這個 x omega 的頻譜 它具有對稱性 具有左右的對稱性 它有一個 symmetry in frequency 那詳細來看來呢 就是說呢 x 的負 omega 會等於 x omega 的 star 這邊這個 star 的符號呢 代表是共2的負數 也就是說呢 頻譜如果從這個 0 的這個頻率 往負的地方看的話 它就是這個左半邊 負的這個左半邊 或是右半邊的一個近射 的一個近射 那並且呢 差一個共2的負數 互相為共2負數 好嗎 那這個性質所成立的條件 它成立有個條件 成立條件是說呢 我們的訊號必須是取之於時數 好嗎 那事實上我們通常在做訊號處理的時候 這訊號是測量到的東西嘛 那麼在物理真實的世界裡面 所有物理量都是時數 所以我們通常也都會 的確會做一個這樣的假設 就是說 x 的確實是取之於時數 那有這樣的一個假設的話呢 除非我們 x 的 complex differential 那通常會另外強調 如果不另外強調的話 在我們這門課裡面 x 的確實數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頻譜會具有這樣子 這個式子所列出來的 一個左右對稱的關係 好 那這個左右對稱的關係 我們還是稍微來檢查一下 看一下呢 首先我們可以把這個 我們來考慮 x 的共2 負數 x 的這個地方 那當然就是把 x 的 這裡面是 x 的原來 dt ft 它的數學定義 直接取了一個共2 負數的話呢 直接取了一個共2 負數的話 那裡面所有的每一個 part 都變成共2 負數 那結果呢就會呈現 由右邊這個式子所示 後面這個式子所示呢 各位可以看到說呢 我們既然假設 x 的 是屬於實數 那是不是這個 x 的這個部分呢 它的共2 負數就只能 等於它本身 實數的共2 負數 等於它自己本身 那所以 如果這個像是直接以 x 的 代入的話 這邊我們就發現說呢 這個跟原來這個 Fourier transform 的定義呢 唯一差一個負號 差一個頻率 這邊差一個負號 就是這個地方 差一個負號而已 負的變成正的 好不好 那所以也就完成了我們檢驗 的確這個 x 到 omega 呢 會 exactly 它正好就會等於 x 的負 omega 有這樣一個 一個左右對稱 一個近射的一個性質 那這個近射性質呢 比較重要 我們當然說這個近射 還是差一個共2 負數 但是差一個共2 負數 其實我們知道 一個負數 跟它自己的共2 負數 那個長度是相同的 對不對 所以言下記事實話 我們待會兒可以預期到說 每一個頻譜的一個 時數的 time domain 訊號 所造成的頻譜 它的 magnitude 其 magnitude spectrum 會有左右對稱的 一個這樣的關係 好 所以以下就是一個 其中一個例子 還是回到我們這個 Hallelujah 的 chorus 算出來頻譜 我們知道 轉到真實頻率 從 0 到 sampling frequency 8000 Hz 好嗎 各位說不知道 也許在上一講的時候 可能沒有注意到 這個頻譜是不是 果然它左右是對稱的 所以這邊看到它的確 以這個為中線 以這個 4000 Hz 為中線 左右是對稱的 那這邊稍微 各位可能會有一個疑惑 我剛剛不是講說 以頻率為 0 的地方 正的跟負的左右對稱嗎 怎麼現在變成說 以頻率為 三分之 sampling frequency 4000 Hz 的地方 左右會對稱 那是不是跟我剛剛講的地方 有沒有矛盾 那這裡面我可以跟大家肯定 這裡面沒有矛盾 為什麼沒有矛盾呢 大家記記記的第一個性質 裡面講到 x 它具有 2π 的周期性 是吧 所以這個其實 從 π 到 2π 這個部分 它具有周期性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整個 往左邊移到 負的頻率這邊來 所以這樣各位就會發現說 這個地方 如果翻 沿著這個 dc 沿著頻率等於 0 的地方 這個做一個左右翻轉的話 的確這樣的結果 是符合我們剛剛所推導出來的 這個在左右對稱的一個 一個 symmetry 的性質 好 所以講完這個以後呢 跟大家做一個貼心的小提醒 一個小應用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說呢 其實以後我們要畫頻譜畫 不用從 0 畫到 這個 sampling frequency 並不需要從 0 畫到 8000 Hz 事實上在這個例子 既然這個 magnitude spectrum 會左右對稱的話 只要畫一半就可以了嘛 因為另外一半是跟它翻過來 所以只要從 0 到 4000 Hz 把它畫出來就可以了 後半部的這個 information 全部都是 都是多餘的 接下來看到第三個性質 這個性質呢 是剛剛講的是 symmetry in frequency 現在我們來看一個 symmetry in time 那這個 symmetry in time 它的內容是這樣的 首先呢我們仍然假設說 如果xn它是一個時數的函數 是一個時數的訊號 那麼如果碰巧 我們這個時數的訊號 它沿著時間等於0的地方 也具有一個這樣左右的對稱形 x-n等於xn的話 那麼則我們算出來這個頻譜呢 會是不再是負數 變成是時數 xn就變成一個時數的頻譜 那麼這個的應用 可能我們這邊要稍微賣個關子 在我們介紹這個濾波器的設計的時候 filter design的時候 這個會是一個蠻重要 蠻好用的一個性質 我們常常會喜歡 拿具有這樣的性質 具有這個 具有x-n等於xn這種 左右對稱的東西呢 拿去設計filter 這個我們容許 我們以後再來講 不過呢 既然今天來介紹這個 基本的性質 我們還是稍微檢驗一下 這個檢驗的過程 可能就比較枯燥一點 我們慢慢來看 首先呢我們看到說 複裂轉換的定義 複裂轉換定義 那如果容許我們把這個summation的部分 拆成0的這個地方 跟正的跟負的把它疊加起來 如果有這樣的性質的話 那又由於 如果這個訊號 它本身就有xn跟x-n相等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把它這個式子給它提出來 提出來到外面以後呢 發現裡面這個部分 就變成是cos 所以整個就變成了實數 cosn是實數 xn是實數 所有東西實數相加 仍然是實數 也就是完成我們證明 我們發現說 檢驗到 凡具有左右對稱的這個性質的訊號呢 它所算出來頻譜 也會是一個 碰巧就會是一個實數的頻譜 好 那接下來進行 最後一個性質的介紹 今天最後一個性質的介紹 是這個關於這個shift in time 就是說一個訊號呢 如果它在時間做一個平移 比方說像這個張圖上寫畫的 藍色這個訊號跟這個紅色虛線的 這個橘色虛線的這個訊號 兩者是不是它的長得一模一樣 只是說橘色的這個部分是藍色 往右邊大概移動三個sample左右 那這就叫做訊號的平移 xn跟xn-3 這邊我們在Legend裡面有寫出來的 那麼在time domain這個訊號 如果把它整個做一個固定的平移量的話呢 那在frequency domain我們發現說 如果yn是xn-1m個sample的話 他們則他們的頻譜會有 具有一個簡單的關係 具有一個y的頻譜呢 會是x的頻譜再去乘上一個 這樣子的exponential factor 這個exponential factor呢 我們把它叫做一個linear phase的一個term 它的這個像角是 對頻率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那這個的檢查我想就可能太瑣碎 我們就請各位如果回家 可以自己來檢驗 當作是一個練習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來看一下這個 那有一個這樣子 shift in time的這個property 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這個意義有兩點 就這個magnitude spectrum來看的話 各位如果兩邊 這兩邊都取絕對值 也就是它的magnitude spectrum 對不對 那我們就發現說呢 這個取出來絕對值呢 兩者會相等的 那這個意義蠻make sense 怎麼說它是make sense呢 因為我們在time domain 只是把原來那個訊號移動一點點 移動一點點的話 並不會影響它頻率的這個能量的分佈 聽起來還是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 it makes sense 就是說這個magnitude spectrum 會保持不變 只是說呢 phase spectrum呢 要注意在我們這個定理 這個property裡面的 phase spectrum 會差有一個線性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像角的差異在 然後我們會來看